好 還是要關心一下這個蔡英文總統此行 過境美國最大的一場大秀啦 就是這個跟這個眾議院的議長麥卡錫見面 不得了啦 一見面之後呢 這個大陸就跳起來了 後座力呢 來看看 包括大陸國防部堅決反對任何形勢 美台官方的這個往來 大陸的外交部 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的訊號 還有這個這個中央台辦說 民進黨的這個倚靠美國想要謀獨挑釁 把台灣推向了兵凶戰危的陷阱好害怕 還有這個大陸人大外事委員會說 對於國際法治的破壞 踐踏歷史事實跟正義 大陸的駐美使館也說 美國的政客就是中美關係 還有台海局勢的麻煩製造者 這個好像還蠻精準的 所以陸方很密集的在表態啦 甚至兩個人見面的場合附近 其實也有很多這個民眾 就是支持他的也有 反對他的也有在互嗆 而且更妙的是天空竟然還有人租了這個小飛機 拉了一個橫幅喔 One China Taiwan as part of China 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直接掛在天上讓你看啦 那這個時候呢大陸有一個動作很妙 他們啟動了聯合巡航 而且這個巡航呢 並不是派解放軍的船來 而是呢怎麼樣 派的是他們的交通部的航港局 說這個這是我們的啦 交通部的這個航港局啦 他們也派出了就是有點 類似我們那個海巡署的這樣子的一個單位的船 說要查兩岸直航的貨船 為期三天 而且甚至呢就嗆聲說 可能我們要登船來檢查 那這樣子可以嗎 所以我們的交通部航港局就說 將被迫採取相應的做法 如果任何出什麼事 這個責任是要由陸方來負責 但重點是不管陸方要不要負責 千萬不能出什麼事 再來是 中共的航空母艦山東號 也已經進入太平洋的海域當中了 他們其實是這個 本來就是要去做演習的啦 那只是走這個巴士海峽 那走這個巴士海峽 有沒有特別靠近台灣一點點呢 國防部說他們是有在偵測的 所以也拍下了這個高清晰的這個影像 那國防部的監控畫面在這裡 國防部都會說 我們都有看到 都有確定他們 那重點是白宮也發生了 他說美國始終確保 擁有必要的能力跟資源 來維護印太的和平跟穩定 那一般認為說 中國大陸這次航空母艦的山東號 到太平洋的去演訓 是針對美國跟菲律賓之間的一個 接下來他們要共同的有一個軍演啦 但是總是會讓人想到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台灣是不是還是有在危險的邊緣當中 像是今天早上 李永平他也覺得說 總統的專機明天就要飛回來了 在這個飛回來的過程當中 經過這個太平洋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其實他還是有一點擔心啦 而且呢這個到底有沒有可能再圍台軍演 有的專家覺得說不會啦 美國根本懶理你了 不是美國中國大陸懶理你了 但有的人還是覺得 多少會有一點讓你有壓力的這個動作 所以到底是如何呢 不曉得 那國防部呢 現在是不證實大陸海軍的航空母艦 山東艦穿越了巴士海峽 國防部長邱國鎮也說 不排除軍演的任何可能性 而剛剛我也提到了 大陸宣布他們是用他們的海巡06 將會對兩岸直航的船隻登艦檢查 專家就分析說 大陸現在感覺就是想要把台海內海化 就是台灣海峽變成他們的了 凸顯他們對於台灣的管轄權 蔡總統和曼卡星見面前 大陸航母山東號穿越巴士海峽 經過台灣東南海域 國防部罕見曝光監控畫面 部長邱國鎮證實 山東號現在就在東岸 鵝鑾比200海里左右 第一次他出南海 時機比較敏感 他是有他的用意 我們軍方也在做研判 有其中可能我們都有擬定 國防部署目前還沒有發現 有戰機起降 但蔡麥會敏感時間點 山東號罕見出南海 而且擔心上回佩洛西來台 海峽中線消失不見 難道這回又再為軍演做準備 會不會突破領海 對於任何樣事情 都把它當一個可能 不排除 到底多大可能 我們要看真後 我們都有一個應處的規範 對於外並沒有多講 不代表我們有在做準備 同時先大陸巡航救助船海巡06號稱 續航力超高 能到達南北極以外的任何海域 現在宣布要台海中北部航巡 對兩岸直航貨船 小三通客運航線等登船檢查 難道我們真要讓對岸上船檢查 維護主權 是我們大家共同維護 國家安全單位的一個責任 我們當然是不允許的 有任何一樣動作 我覺得都是有一點要做一個 爭議性訊息造成的 登船檢查 這個過去沒有的 這個跟封鎖有什麼區別 登船檢查 某種程度就是把台海內海化 這很嚴重 這個事實上就是主權 主權實踐的一個具體的例證 公權執行背後是主權 大陸這個行為就是在落實 大陸對這個台灣的主權的這個主張 蔡政府執政下兩岸兵凶戰危 就怕總統在美國跟麥卡錫聊得太心 留給台灣百姓的 卻是害怕台海危機超擔心 記者謝宏如李璇台北報導 好現在這個蔡英文跟麥卡錫見面之後 中國大陸真的有一些動作了 大家當然很擔心的是 會不會就跟去年 那個裴洛西來的時候一樣 雖然是軍事封鎖台灣 但目前沒有看到 只看到的是 中國福建的海事局宣布 他們要啟動台灣海下 中北部聯合巡航巡查專項行動 他們會有這個海巡06的輪艦 領先海事執法船隊編隊 然後要檢查兩岸執航的貨船為期三天 那大家會覺得說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出動他們 他們就是真正解放軍的海軍的船艦 只是就是所謂的這個海事局的船艦 但是只是這樣而已嗎 還是這只是前菜 後續還有更多的動作在後面 也讓外界非常非常的憂心 台灣國際戰略理事長王坤毅表示 這個聯合巡查行動 其實是有某種象徵意義的 因為他一旦巡查 他跑到你台灣的船艦上來登艦檢查 就等於是把台灣海峽內海化了耶 好像歸他管了 而中國戰略學會的資深研究員 張靖老師也認為 正式的軍事活動跟演訓不同 但是會不會重演去年的鎖台軍演 真的是要看看後續 也就是很多剛剛我們的這個來賓說的 明天這兩位馬前總統 還有蔡英文總統回來之後 後續會不會有什麼發展 基本上他到底是要演訓 還是有什麼一個新的動作 我相信這個國防部還在觀察 我覺得他一定有兩個一個情況的發生 他體育有意把這個台海內海化 實體上已經變成內海化的 那種操作的一個模式 第一個第二個的話就是 山東艦航母艦往那個什麼 偶然比那邊出去的話 那有一種情況 一種就是他可能就是什麼 想用類似一種包圍的一種方式 從西太平洋再包圍過台灣來 那如果還有新的一個什麼 這種軍事上的動作的話 對台的軍事上的動作的話 那麼也可能要把這個所謂 台灣是屬於中國一部分 變成一個實體化 這一次所謂的海域的巡航 或者無論用任何的名詞 是透過一個微信的公眾號 也就是福建海市的這個微信公眾號 它發布 它並不是經由正式的就是政府機關的網站 或者說是發言管道對外宣布 那它會不會是這後續的軍事活動的先取 我想這也很難建立相關的連接關係 正式的軍事活動跟這個演訓 這些又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明確的去理解 有所區分 但是軍事發言人到目前為止的話 並沒有任何的發言或者聲明 我想這有兩個情況 一個是未來會有相關的同類型 像上次的Nancy Pelosi來相關的延續活動 繼續恫嚇施壓 那另外一方面可能採取另外彈性的步驟 另外來採取其他方式的做法 無論採取任何行動 絕對不是會在那邊打亞迷 也就是說採取任何活動 對於我們表示態度 必然會說清楚講明白 而三個對台的發言系統 國台辦跟外交部 都已經發出這麼強烈的聲明 我認為其實整個情勢是相當 看起來是覺得不太理想 而且也確實讓人憂心 所以後續的情勢呢 看看這個蔡英文總統回來之後 還會不會有進一步的發展 國民黨立委張啟成就分析了 說中共可能會借機越過台海中線 甚至進行台海行政管轄權 尤其明天4月7號 馬前總統和蔡英文總統都要回台灣 那對岸會不會有更進一步的動作啊 國安單位應該要密切的關注 中共的反應目前看起來 是會用非這個 不是解放軍的部分 用所謂的海事局來進行 這是不是會用這樣子的理由跟藉口 或者機會來進行 對台灣海峽的行政管轄權的一個落實 特別是超越台海中線的這一部分 所以國防部也好 海巡署也好 國安單位也好 也應該要對這一些可能的 中共的動作要做出反應 裴後期訪台的時候 其實已經讓台海中線模糊化 甚至是不再有中線 這樣子的情況發生 美國方面 是不是也有相關的航母 在旁邊stand by 那我們國防部也沒有掌握 尤其是接下來4月7號 也就是明天 包括馬前總統和蔡總統 都是要回台灣 那這部分中共方面 會不會有其他的軍事 或非軍事的作為 那我們也應該做好相關的因應跟準備 海黃鮑魚干貝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馬上升級 它蛋白質是雞肉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礦物質遠高於魚翅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購 輸入我的推薦袋 再把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